- 大家好 我是陈神威 去年2013年 我们却在美国这个老大哥 带头裁减军事开支的情况下 全球所有国家的总经费的一个支出 竟然比起前年是下降了1.9% 但是在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 军费的支出都在削减的情况下 唯独就是中国跟俄罗斯是逆势的增长 所以继续拉近了和美国之间 在军费支出上的一个差距 当然包括我们台湾 也是大幅裁减军事预算的国家之一 这样下去和对岸的差距越来越大 到底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美国的老大哥来帮帮忙呢 但我们就看到新闻 美国人是不是真的是佛星来着 还是暗藏祸心呢 竟然他们的议会是无意义的通过 四艘新的旧的二手的派里级的巡防舰 就要卖给我们台湾 这到底是不是好事情呢 我们来好好地讨论一下 先介绍参与讨论的来宾 直升的媒体员王瑞德 熊卫好 大家好 一路实学者邱建一 大家好 媒体共和者康仁俊 熊卫好 大家好 深话博士张晃荣 熊卫好 大家好 还有军情航空船长总编施孝伟 熊卫好 大家晚安 美国的众议院是十分的阿萨利亚 很快速地就通过了 把四艘派里级的军舰 要卖给台湾了 但是对台湾来说 现在又有引起了一些争议 到底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到底我们对于这些军舰的需求 怎么样才是当下最符合的呢 当然就要先问夏伟哥 那我们就看 美国的派里级巡防舰 跟我们的派里级巡防舰 现在来说 其实有蛮大的差距的 是还不同的就对了 对 第一 如果整条船 我们现在看这个大电视 我们把它放大来看的话 最先是它前面这个 美军的这个Mk13的 这个飞弹发射器 美军已经全部拆掉了 对 美军都拆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现在把这个船 当作近岸作战舰LCS服役前 他就拿它去担任 近岸作战舰这个角色 所以你看到美军的前面 最前面我们大家很熟悉 这边有一个飞弹发射架 那这个飞弹发射架 美军把它拆掉了 而且这种飞弹 我们叫标准一型防空飞弹 这个飞弹大概在2020年左右 大概就停产了 也就是很快它就要停产 我们如果现在再继续买 买更多的话 会面临到一个 我们称为所谓的 消失性伤员的问题 那就划不来了 对 那另外还一个 它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美国因为战术改变了 所以它把这个地方 换上一门很高档的 Model 2的那种 所谓的方针快炮 这个方针快炮很厉害 它可以用来打水面目标 通常方针快炮 是用来自动接战的 后冷战以后像现在 甚至说有很多 打海盗的这种需求 这种方针快炮 它就可以如果今天 有海盗开个小船 或是那种特攻部队 可以往下打就会了 它就可以用手控 用摇杆这样 这样打下去 那很不错 那很精彩 所以当然这个要 跟它要求保留下来 但是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派里级巡防舰 美军的跟我们的最大差异 就是在这边 这个SQR-19拖一身 你看它这个拖在船后面 大概拖两公里长 这个东西你看 它有SQR-19拖一身 这个派里级巡防舰 这边都会开个洞 它从这个地方 把这个管线放到水里面 那这个东西 它可以等于说是 离船远远 你等于说在那个船后面 拖一条两公里长的 这个水下麦克风 就可以借由你船体 或说借由外界的声音 因为你可以离开船体 本身有噪音的这个地方 所以你就可以在后面 很安静的听清楚 整个海洋底下的情况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大陆现在对我们 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于 它的传统彩电攻击潜舰 像它跟俄罗斯买的KILO 它另外还仿制了 KILO这些潜舰 这些潜舰 它们都有一个特色 它们非常的安静 而且像KILO 基洛级潜舰 还有一个外号叫做 深海黑洞 你就躲到水里面 找不到它 找不到啊 对 除了像我们海军有一种 就是我们的基隆极舰 上面装的SQS-53 那么大的那种叫低频 或极低频的主动声纳 然后才有办法去拼得到它 不然的话是没有的 对 然后你虽然说主动声纳 拼不到 但你可以利用SQR-19 在水里面听这个声音 慢慢的你也可以 你的声纳手熟悉 所以这个就是美国要卖给我们 跟我们现有的是差别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差别最大的部分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成功级巡防舰 大概从1990年代 服役到现在 也大概都差不多有20年左右了 其实现在面临到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这些船也面临到 这种所谓的中寿性能提升 那现在既然你美国 卖给我们的派理机巡防舰 我们还如果真的买进来 我们要花不少钱 去做这个加改装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前面的防空飞机 你要装回去 另外SQR-19 美国卖不卖 目前我们不知道 但是如果今天 还可以分 对 如果今天你要争取到这个船的话 那你一定要 就一定要这个 你要是没有卖这个 你买它干嘛 对 SQR-19 跟另外我们刚刚讲到 它整个搭配的反潜战系 叫SQQ89 这个部分 虽然说它的船龄 比我们海军的成功级要老 但是它这套系统 比我们成功级上面的反潜系统 是要好的 所以要重点 不是在船的数量 是有没有这一个反潜的系统 对 有没有这个反潜系统 对 才是重点 因为以目前 那这样两艘不够 如果买得成的话 真的要能买几艘就几艘 其实应该是要这样 但是我们现在 你看我们现在 这个国军也软囊羞涩 就是没钱 就是没钱 那两条够不够 两条 如果说是这个的话 那另外就变成说 我们现在如果 把这两条买进来 后面 你看美国愿不愿意 再把这些 就是反潜的套件 我刚刚讲到 这个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性能升级的部分 你美国愿不愿意 把这个SQQ89整套 卖给我们 让我们现在 把前面的八艘成功级舰 通通都做性能提升 让它的那个声纳 能够提升到 跟美军这个现役舰体 这个声纳性能 或反潜战系性能 是一样的时候 那基本上来讲 我们现在要两条 或要四条 那个差别就没那么大 因为最主要是 你现有的系统 那美国应该会卖吧 目前不知道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这么尴尬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一边 我们想要更新 我们的船舰的一个配备 美国也可以 把他们二手的战舰 就顺便给买出去 赚一点钱 但是他们现在 在服役的这个战舰 正忙着 忙着在干嘛 在黑海这个地区 跟俄罗斯 同样这一个 很强大的国家 他们的战斗机 在那边玩游戏 玩什么游戏 就这样你飞过来 我看着你 这样飞来飞去的游戏 好不好玩 不怕玩出火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了乌克兰的这件事情 美国跟俄国 最近其实关系 也十分的紧张 虽然我们最近 大家这个国内的媒体 都在弄这个什么 血运的事情 不过这个乌克兰的情势 其实并没有稍微 获得舒缓 所以美军呢 其实在这个 所谓的黑海地区的 国际海运呢 都会执行 所谓的例行性的巡逻 讲实话 也就是怕说 有些人这个 插枪走火啊 或者是 每次给你挑衅跟导弹 那美军已经做这样 我们都认为说 美军的军舰在那海上 应该蛮嚣张的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上个礼拜六 就被人家挑衅 就被挑衅 被挑衅的 这一艘美军的这个群舰 调美国人的信 对 他是唐纳德库克号 那他基本上本身 他就是一个神盾级的 所以他本身 有神盾级的防空 跟这个反制的这个系统 另外他自己本身 也配备着战斧的这个飞弹 那挑衅他的是谁呢 是苏凯二四战机 而且这个苏凯二四 非常非常夸张的是 因为其实你知道吗 像这种公海上面 我们觉得好像都距离很远 其实他们都有一个 安全的距离 结果你知道吗 这一架伟大可爱 厉害的苏凯二四 他居然用这个距离海面 只有大概500尺的高度 500尺大概是 这是低飞 对低飞 152公尺左右的这个高度 然后距离这一艘库克号 只有1000码 1000码大概是914公尺左右 就不到一公里的这个距离 然后就这样子高速的低空 所以等一下这个船上面的 所有的官兵 都其实不用望眼镜了 眼睛看听也听得很清楚 他就在你前面这样飞 像苍蝇一样 而且就看得非常清楚 就机上什么 他们后来美国的这个 国防部发言人 还出来讲说 他们这个飞机我们看到了 看得很清楚是 他没有携带武器 空打 所以还不是像照片 这样挂两个弹 不是这样 他就完全是空的 但问题是 他飞过去就算了 他接着绕了一圈 又飞回来 又再玩一次 又玩一次 所以来来回回 总共呢 他不是飞了就走 他不是飞了就走 所以为什么讲挑衅 挑衅你如果只有一次 他可能是眼睛瞎了 或者是眼花 不小心飞错地方有可能 结果你知道他来回多少次吗 来了几次 12次 12次 他就这样玩了12次 就这样绕圈绕了12次 就这样飞了90分钟 他有病吗 应该是 他烦不烦 对 结果这件事情弄出来之后 我刚刚不是讲说 美国的发言人 不是华克上说挑出来吗 他就讲说 你这样的非常的挑衅 但是你实在太不专业 怎么啦 他说因为其实你这样的做法 其实已经违反了 我们美俄之间 我们在军事上面的一些规范 那你今天这样子做的话 讲来天天摆明 你就是挑衅我嘛 但是他也不能怎么做 他也没有带武器 以后他就船在那边绕了六圈 虽然讲是这样讲 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在去年7月的时候 我们先把它跳过来一点 在中国大陆跟俄国 也曾经举行过联合军演 里面的这个海上的军演 这个操演项目里面 就有一个是苏凯24的这个战机 以低空高速飞过 中国大陆的这个舰艇旁边 所以有做这样的演练 对 也有做这个演练 结果模拟的状况之下 是中国的这个舰艇 发射了八枚的这种飞弹 直接把它打下来 就是什么模拟的情况 为什么我要特别这样讲 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库克号 它本身是备备有神盾戟 对不对 那神盾戟对于这种 所谓的防空 或者本来就有 它的反制系统在 所以美军也讲 就像我不要跟你打而已 你不要以为你 你敢打吗 你不要以为你真的在那里挑战 而且那天的状况 其实有点特别的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说 有一架苏凯24 在做这个挑衅的行为 对不对 可是它在比较高空的地方 其实还有另外一架 苏凯24在待面 所以它不是一架而已 路过就是了 不是 是一架在那边路过 但有一架在高空 其实看着 所以它可能也是有一个警戒 而且在那个 它玩耍的过程当中 其实这个库克号的官兵 不断的试图想要跟那个飞行员 来做联系 一定要联系 但是他完全 他要是一个失控 因为那么近的距离 谁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没想到这个飞行员 完全不鸟他 所以后来就逼着国王部出来 就把他骂一顿之后 就讲说你这实在太不专业了 真的是有点不太专业 既然把这个可能会爆发 战争危机的事情 像半家加酒一样的 是在玩 但你不要讲说 这样很不专业 我们看电影的话 够专业了吧 那天超级科幻的这种 飞机战争的动作片 到了二十一世纪之后 越拍越夸张 不止是战斗飞行员 是技术要高超 电脑操控的话 也很刺激 就像电影基战未来的片段一样 已经慢慢要成真了 我们先来看看电影片段 电影基地炼 我们要说的呢 就是跟这个电影里面 类似的一个场景 现在在法国呢 真的有公司开始在做模拟跟实验 所以呢 不要以为电影拍的都是虚幻的虚构的 因为真的 无人机跟这个有人驾驶的飞机 未来可能会在战场上 一同的作战 所以这要怎么样做编队的演练 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的确 法国这是他们的这个达说公司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面 达说公司他们的发空这个飞机 它上面有一些那个等于说 电脑遥控操控的设备 加上一下 你看他们最新的哈法战机 还有一个就是打措手研发 这个神经元这个无人机 你可以看到这个组合来说 其实说真的 真的就代表了 未来的这个战机的作战形式 你看美国来说 美国现在它其力发展的 就是用以X47B 它不是现在美军有发展一款 那个舰载的无人机吗 它这个舰载的无人机 它未来 它也要把它部署到航空母舰上 而且它部署到航空母舰上来说 它并不仅仅就只是作为一个侦察 或者说是一个 那个就是轻攻击的这种角色 它另外还有未来一个很大的角色 就像这个现在影片上看到 达说所展示的这个无人机作战概念 它未来就是要由像X47B 搭配舰上的F-35C 由F-35C来遥控这些无人机 那这些无人机它可以做什么 它不但可以侦察之外 它还可以挂飞弹 它可以挂很多个飞弹 而且因为这些无人机 它本身没有人操控 所以它本身的这个性能 可以超过人所忍受的一些极限 有些就这种高难度的动作 人会受不了 对 然后再加上 它们如果一架无人机上 可以挂很多枚飞弹的话 它就可以担任一个什么角色 叫做飞弹卡车 像你看它这次展示的任务之中 它这个法国哈法战机 它是一架双座机 美军他们未来也会利用像这样一个配备 像比如说用超级大黄风 它一架双座的超级大黄风 后座是干嘛 就是我们称为那种所谓的武器官 它不是飞行 它是专门来协调所有的武器 以及它如果在那个位置上 它就可以来操控旁边的这架 等于在空中是个团队 不是你只操纵那一架飞机而已 是的 没错 其实你看像现在 打售公司 他们因为法国人 一向认为自己的航空工业 跟美国是在世界上是可以批敌的 所以他们现在也要 跨世代的这个展出 有人战机 你看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指挥 然后一个战机 其实这两者之间 他们藉由这种 我们称为所谓的空中战术资料链 可以让他们在空中结为一体 然后由不管是飙风战机来指挥它 或是达梭 来那个Farkens这个飞机来指挥它 未来这个飞机 它就可以作为一个 出生入死的一个角色 因为那个无人机被打掉 不会有人伤亡嘛 对不对 不会有那种令人烦恼的这种政治问题 出去拼命的就是靠无人机就对了 对 以后未来的这个战场上 的确会有这种趋势 像你那种双座的那种战机 它的后座 以往说像我们在空中作战的时候 有可能像一架双座机 跟三架单座机出去 那架双座机它其实也 藉由那个战术资料链的这个链接 它也可以用来协调 跟其他三架战机的这个攻击 也就是说 其实双座机在 现在战场上的功能也是蛮多的 不像我们那种空军很习惯 一个双座机好像后面那个人 永远只是来负责这个来熟飞 或来当一个沙包的一个角色 所以整个改变了以后空战的一个情况 跟战术的概念 其实这些先进国家 他们早就把这种双座机 作为一个战场攻击机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 像美军最早 它有一个叫F-15E Stry Eagle 它就把F-15战机的后座 把它整个改装一个 等于说是一个武器控制官 这个东西其实美国海军还更早 你看像海军的F-4 海军的F-14 他们都是双座 后面有一个人 那个后面那个人完全不是开飞机的 就是操控一个大的一个栏管的一个电脑 所以你看未来将来这个神经元 像这样的这个无人机 或美国的X-47P 它未来都是那种担任 这种攻势之中 去踹破门的那种 那种踹门者的角色 因为你看它本身逆踪 它在空中雷达不容易找到它 对不对 再加上它的这个 吸挂大量的这个弹药 具有强大的这个空对地 或空对空的攻击力 它可以把这些弹药 在你看不到我的情况把它带进去 然后借个后方指挥机 啪一阵这个扫荡 那对不起 那被打的国家 就真的是要很倒霉 所以这真的就是未来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在讲说 这个作战打仗 你想要克敌制限 不是只有说武器精良而已 你的这个还要有充足的兵力 以及高王的士气 才能够百战百胜才对 所以呢挪威的国防部 现在真的就想了一个 他们说很有效的招式 什么呢 就是让所有当兵的男男女女 通通住在一起 哎呀 竟然是两性平权嘛 这么嗨啊 是就像我们标题上面写 Z大于B 真的啊 没错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挪威 这样都被你看出来 因为挪威军队 最近在他北部的一个军营里面 就实施了叫做男女混碎的营设 混碎的营设 这像话吗 当然像话了 开什么玩笑 这是人家国家的政策 他这个 这个所谓的男女混碎 他的规模 他编制大概是这样 就是两个女生 然后有两个女兵 再加四个男兵 他们都住在同一个宿舍里面 你现在所看到的就是 那个现场的状况 所以你看像我们现在 就真的是阿兵哥住宿 六个人一间 然后呢四男两女 是这么嗨啊 不像以前我们认为说 女兵到这个部队里面去之后 可能会担心 长官都会担心 可能被骚扰啊 或者是可能生活习惯啊 作息 跟男生都不太相同 他们怎么都不用担心 他们完全不担心这个 因为他的利润是这样 他们认为说 当我把同样性别的人 就我之前在同一个营局里面 可是男性呢 通通关在一个地方 女性通通关在一个地方 其实会让他们产生对抗 而且会对 即使彼此之间会不认同 就是像排斥的那种情况 怎么会呢 对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嘛 真的会这样 当他这样想了之后呢 他就觉得说 好OK 我为了让这个部队 更和谐的话 更团结啊 没错 就像你现在外面所看到 就这样子 大家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啊 你一定很想去 看你的表情 我就知道你露出了 开心的笑容啦 你不想去吗 你会不会后悔 太早退役了呢 有一点 但是他这样的做法 其实是有根据的 就是他们 你看其实像这个挪威 他们可能民风上面 也比较开放一点 所以你会看到 他们在彼此之间换衣服 其实也不是说真的脱光 所以他们其实上是 比较能够接受的 那为什么他现在要推 这个男女混碎的这个营社 那是因为在去年六月的时候 挪威的国会通过了一项提案 是强制女性 在承平时期的时候 你要来服兵役 一年的兵役不是只有男生 因为他现在是说男生要当兵嘛 他现在就是说 要讲两性平权 你们都只会讲而已 我们率先做 所以女孩子 一样要进来当兵 而且是属于征兵制的 不是说你想来才来 是强迫要求你进来 所以他那个法案 现在已经过 因为大概只有小党有意见了 大部分他十几个政党 通通都同意了 那他同意的状况之下 他可能最快在2015年 就明年左右 2015年他最快可能就已经是 两性通通要在部队里面 强制服役 那这个做法也已经是领线 领先了所谓北约 跟其他欧洲的国家 那对他们挪威人来讲 他们自己是觉得很自豪的 那现在就是看说 如果他这整个男女混睡的 这种银色的这种状况 如果实行起来是OK的话 现在目前是OK的话 目前他们自己觉得说成效还不错 最少就是睡在一起 住在一起的这些 都没事 都没有出人命 目前是没有 但是这个消息出来 我跟你讲 他自己觉得没有 但其他旁边的人 看了可能真的觉得 那你觉得这样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他们很先进 那你自己觉得 我们如果很好的话 要不要笑 我们的部队其实有 但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是女官 那女官比如说排长的时候 他领导阶层 他可能跟他的排兵睡在一起 可是他其实就是独立的一个寝室 当然军官是自己的 其实还是会有区隔禁 但是能不能做到男兵跟女兵 睡在同一个寝室 我们先讲 我们讲一下网友的反应 网友也有人讲说 你现在让他们混睡 对不对 那可能很快军中就怎样 就要开设这个育婴中心 因为很多人就会往 比较不太好的方向去想 或者是贵雨绸缪的想法 生产爆国不好吗 甚至有人讲说 你有一点像在玩战略游戏 一边生产兵 然后一边打仗 然后一边生亿 有点像 感觉上去有个循环这样子 你为什么这么开心 因为要解释给你清楚 让你不要想歪掉 所以现在我们大概就看 他这样推行的成果 有没有可能让其他世界各国 也来这个纷纷效法 也来效法一下就是了 我补一下 你有东西要补 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我另外一个看法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发生的地点 是在挪威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你对 整个北欧历史了解的话 挪威他们的人种的话 是诺曼人跟维京人的混血 那如果说你对 那个地方的文化了解的话 就知道说 其实这个地方 最早最早的情况是 他们男女就是 混住在一个大藏屋里面 就他们的文化本身就这个样子 就是冬天的时候 因为天气冷 所以他们的男生和女生 都坐在一个同个帐篷里面 一个大的藏屋里面 所以自古以来都这样 他们来讲 他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可能觉得这样子是OK的 那换成我们的话 我们觉得说 我们自古以来都是分开税的 所以我们会觉得不太OK 所以是不太好 这样 好了 不同国真的是不同命 我们先请大家稍后片个广告 回来要探究 生物上最近的新闻 很奇妙的一个事情 就是蜜蜂到底哪里去了 结果我们台大 自己的研究团队 花了八年的时间 要告诉大家解答 马上回来 好 生态的平衡 对于人类的生存发展 到底有多重要呢 大概从90年代后期 其实就发现了 科学家就发现 好像地球上的蜜蜂 开始有减少的一个情况 后来就越来越严重 那么我们台湾自己的研究团队 也花了一段时间 结果提出了一个解答 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看 从1994年开始 国际上凌风大量消失事件 层出不穷 台大昆虫系教授杨恩诚 耗时八年 总算有新发现 易达安是一种 类米古丁的农药 常被农民用来浸泡种子 或直接喷洒在土壤 所以整株植物都会吸收 能有效防治害虫 杨恩诚实验证实 易达安会让风群变笨 失去方向感 已经列为欧盟的禁用名单 而这个突破性发现 会供于跨离的研究 利用远红外线 自动感应并且追踪蜜蜂 相当来教授这套系统 在军方很常见 却是全球首次运用在昆虫研究上 其他还有蜜蜂背上 雷射刺青技术 雷达追踪技术 蜜蜂病理学探讨等等 共跨越五大领域 那不过去传统观念 台大这项发现 已经引起国际关注 在使用农药和维护蜜蜂生态之间 势必要找出一个平衡点 好 如果这个答案是真的的话 那这个农药也未免太毒了吧 竟然可以毒到破坏整个蜜蜂的生态 江博士 不会太毒 这个农药叫做易达安 各位如果对他们印象的话 你总杀个蜡蜂吧 就是这个 插蜡里面就是 以前不是有广告吗 晚上喷插蜡 早上扫蜡蜂 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科学教育 不是啊 你晚上喷蜡蜡药 晚上睡觉都吸进去农药 早上起来就半条片 你怎么有能力去扫蜡 应该上班之前 喷蜡蜡药 下班以后窗户打开通用以后再扫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蜡蜡药 里面的这个农药 是在1980年就发明 起身是用在水稻 后来花 然后很多 所以两年前 欧盟就感觉可能蜜蜂 消失跟这个有关 就开始禁用 其实国外就已经有这样子的研究 台大才会根据 台大其实以前就在华语 用这样的荣耀当模式做实验 用科学角度来看的话 这样的实验是绝对值得肯定的 但是要不要忘掉 科学研究绝对是狭隘的 他不是在追求真理 所以他做的研究 针对他所做的研究工作 能不能通案 用到别的地方 这是一个问号 但是国际这样首度发表 这是完全正确 他能够让蜜蜂变笨 然后会不会来 所以其实这样的研究是正确的吗 是不是通案 因为欧盟进了两年之后 蜜蜂有时候还是减少 还是减少 但是这个荣耀是1982年代就开始使用 为什么1994年 才全世界蜜蜂开始 大量消失在1994年 在化狗的向日葵田上 比它大量的是2006年 那之前为什么没有 别的荣耀为什么没事 所以它是不是通案 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能够到 但其实这是一个证实 这个是可以经过实验证实 当然 农药一定有影响 但是我必须强调就是说 蜜蜂并不是大量死亡 它是减少一到三成每年 跑完去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找到大量的尸体 你一定可以讲 蜜蜂就零零六六死在各个山谷里面 但是蜜蜂重去死掉 我们知道它的错误 它是死了不错的动物 因为蜜蜂的胎语叫什么 蜜蜂叫什么 蜜蜂才叫做胖 死去你也叫它胖 这是开玩笑 所以我的意思说蜜蜂并不是大量死亡 它是全世界不见 跑完去没有人知道 那到底国外的研究是什么呢 如果除了农药 国外研究相当多 国外研究一开始就说一定是生病 那你生病都要叫找病毒 有找到病毒 可是我刚才讲过不是通案 因为找到的病毒种类很多 但是后来又发现这些病毒 不是主要的元凶 它只是一个导火线 其中一个原因而已就是 对 其中的一个导火线 因为末天并不知道 然后也找到寄生蟲 也不知道 然后也有人认识地球次长改变 这个很有意思 怎么说 因为蜜蜂 我们先看这个蜜蜂 蜜蜂在地球生存的1亿人以上 按照今天的飞行原理 它是飞不起来的 按照头 翅膀跟身体的比例 飞不起来 它就违背空气动力学 那有飞行动力学 可是它飞了一亿多年 大家都搞不清楚 其实它速度很快 它一秒可以超过一万公里 可以飞一公里高 它的範围可以2.5公里 然后自己回来怎么回来 太阳定位 它可以太阳定位 我飞的角度跟地心吸引力的 直线的夹角 跟我的风潮道的目标采密的植物 跟太阳的拉的线的夹角是一样 有厉害吗 所以其实跟地球的磁场 如果它大量消失的话 有可能有关联 它是太阳定位 那科学家发现它的腹部有磁铁 这磁铁外面包一层细胞膜 然后如果你用一个磁铁在它旁边 它乱掉 它会不会回来 所以显然地道 射到地球磁场的改变 有很大的关联 那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目前地球南北极 开始要变洞细机 当然试图很慢 我们可以看是 磁北极跟地理的北极 角度一直拉开 那以前东西级变成南北极的时候 有一个生物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没有 就是长毛 梦马相 那现在是不是是蜜蜂 因为它用磁场定位 跟太阳定位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可能 你刚刚讲的病毒 但是不是直接的原因 然后我们的龙尾也说 是气候的因素 龙尾也会有所使气候 说如果台湾都要是气候的因素 因为随着气球的软化 蜜蜂慢慢慢慢大量死 这个有密切的关联 那不就是打这个研究的 就是我们这个 台湾这个研究团队的枪吗 等于是打枪 但是我讲过 他的研究是值得肯定 但是不是通案 就不是全部的原因 因为整个地球气候的软绕 可能是影响它的效素的活动 其实他们两个人讲的答案 可能都是对的 这些可能全部都是 那荣耀是一个因素 然后最后一个 我比较肯定是基因改造 为什么 因为它采花蜜 采花蜜 目前很多植物都是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 里面的那些毒蛋白 以前说认为说 不会对蜜蜂对人造成影响 只会对那个麻麻虫 产生影响 因为蜜的肠是酸性的 麻麻虫肠是碱性的 肠会肠疮孔 所以就是受不了就对了 蜜蜂也不会影响 但是最近就发现 基因改造的毒蛋白 可能会有进去的影响 所以你看基因食品 在台湾也要立法来标示 就是这样子 会不会有影响 美国这样的都没有影响 因为它针对实验 说安全都没问题 这是科学上的狭隘 那如果蜜蜂到底消失了 我们人类要担心吗 人类当然担心 你靠着蜜蜂受捧的植物相当多 你这样的话 两屎就不够 蜜蜂又消失 然后蜂蜂也直接消失 因为蜂蜂受到基因 基因改造发挥的影响 也是有这样子的问题 有异的蜂蜂也直接在消失 那人类的失误怎么办 这是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有处于说 阿英斯南也讲过 蜜蜂消失以后 人类火不会超过四年 所以真的要注意这个问题 所以它不是死亡 是大量消失 所以我还是肯定 台湾做这个研究 但是我必须强调 它被融合会打枪的原因是 因为它不是通案 就是其中一个正确的答案 所以综合的原因 蜜蜂消失 这是人类才要担心的 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到 除了比蜜蜂的消失之谜 更难解的一个地方 就叫做北朝鲜 为什么 因为北朝鲜真的实在是太有趣 太神秘 太奇妙的一个地方 他们的领导人 金正恩大将军 感觉上为了跟世界接轨 他们在日前举办了 国际马拉松的比赛 虽然从以前到现在 每年都有举办 但今年是第一次破天荒 怎么了 除了职业的选手 可以开放外国的选手参加之外 连业余的选手 这一次也开放大量的外国人 前来平壤首都去跑马拉松 为什么在这边办马拉松 就会让大家想到 大屠才者这一部电影呢 里面的桥段 我们先来看一看好了 好电影真的是搞笑 但是呢你在联想到呢 同样是属于极权独裁的国家 像北朝鲜办了马拉松 这样的比赛 你不会觉得很好奇吗 特别是台湾 又是这么爱跑马拉松的一个国家 而且这一次比赛的结果 真的很有趣 你开放了外国人 这样来参加 最后的冠亚军 竟然还是北朝鲜的选手 不就好棒棒 怎么他们都这么会跑 对没有错 北韩北朝鲜 这一次 等于说首度开放 世界的业余马拉松选手 来参加在平廊所举办的这一次的 国际认证的业余马拉松比赛 是正式的比赛 对这次的正式比赛 已经是往前跨了一大步了 那么他为了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事实上 这是第三等级的国际马拉松 那么他希望能够争取到 举办更高等级的马拉松 所以过去都只有开放 给一般的职业选手来跑马拉松 这是特别开放给业余 那总共这是第27届 举办第27届 他从1981年开始 那么这一次总共有27个国家 包括中国大陆 包括德国南非 包括俄罗斯等国家的 业余马拉松选手 一起来参加 总共有400多个人 那么全部加起来跑的 大概有1000多个 这么多个 不错 那我们在跑马拉松赛的时候 如果你看过这个新闻报道 你都知道 通常在旁边会有 这个机车 或者是说车辆 在后面开道 或者是保护 万一有这个 等于说万一受伤还怎么样 会有人昏倒的话 立刻提供救助 不过北朝鲜这一次 他后面也有车 不过不是救护车 怎么啦 是一个卡车 卡车上面有喇叭 喇叭放爱国歌曲 这什么情况 对对 放个爱国歌曲 就是鼓励 然后旁边两旁 很多的 加油加油 替他们北韩的 这个等于说 他们的队员 那么他们的选手加油 就对 这是新的噱头 对没有错 那你看世界马拉松 这么多的选手 好汉忌忌 对不对 他们的马拉松分成三种 第一种就是42公里 第二种21公里 第三种就10公里 这就是全马半马 没错 这次都一样 然后这种状况下 有趣的是全马42公里 我们的印象中 一定是非洲的国家 对啊 肯亚 怎么可能有人跑得赢他们 第一名 然后他们分男子组跟女子组 男子组跟女子组的第一名 分别都是北朝鲜的拳手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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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这些选手他们的心理压力其实也蛮大的 当然我们看那个大独宅者那个落难记的那个马拉松 就觉得很好笑 对不对 很好笑啊 不过当肯亚跟罗安达的选手 他们可能要最后一圈要冲刺的时候 他可能要有一个心理的压力 怎么了 也就是说在终点站的那条线的附近 会不会有隐藏版的狙击手 这个跟电影 如果落前冲的话 不然就是 不小心脚就哎哟 脚就受伤了 不然金正恩大将就在现场 应该不是会像电影里面 那么等于说明目张胆 可能用兽医的肉麻醉枪打 也有可能 上面会有这样的压力 所以你不要怪他们 为什么 因为其实 这次虽然有400多名的外宾外国群来参加 统一住在同一家的饭店里面 统一管理 集中式管理 不然你到处乱跑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事实上 能够来参加北韩这样的马拉松比赛 一定算是很不错 所以就不要去管 说到底是谁第一 大家开心就好 大家会非常的压抑 那么金正恩大将军 到底有没有参加这次的马拉松 你会觉得说 那他不是要西化吗 这次也是要让人家 让人家看说 北韩好像往民主跨了一步 他有这么爱跑步吗 他没有参加这一次的比赛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其实金正恩大将军 他在三岁的时候 就已经是百步穿扬的神射手 他要手枪步枪都是全国冠军 他三岁的时候就全国冠军了 所以如果他来参加这次的比赛的话 40公里的马拉松 他万一30分钟就跑回来怎么办 那不行 有可能的 不是不可能的 那如果万一 万一金正恩大将军 参加这次的跑步的回来 就不对 我告诉各位 不管肯亚 卢安达 不敢跑第一名 连本来应该跑第一名的北韩军手 也不敢回来 没有错 那时候可能就是 那时候可能就是机关枪扫射了 谁这样说 更何况 金正恩大将军是北朝鲜的领袖 怎么要穿个短裤 跟那些军手到处来跑 抢了第一名 你这么领袖不能穿着短裤跑 我没有领袖谁 那是陈雄辉说的 我没有领袖谁 所以你要知道 身为领袖 就不应该跟这些选手 抢这个东西 要跑自己跑就好 不要跟别人一起跑 对不对 万一 万一讲坦白的 他怎么能跑 他只能跑赢 不能跑输 所以他就把这个机会 让给了其他国外的 这些异语的选手 这么有心 不过这边可以看到了 北朝鲜 我们把它当作剧文 有点开玩笑的性质 来讨论这件事件 但是在南韩这边 也有事 他们则是南韩 有一堆的老阿贝 怎么了 退休之后 大闹美国纽约的 麦当劳 为什么要闹人家麦当劳 而且冒到现在上法院 甚至还演变成 种族歧视的争议 到底又是怎么回事 对没有错 事实上是韩国 然后移民到美国去 那这件案子 闹得非常的大 为什么呢 在美国纽约的 皇后区的一家麦当劳 那么因为老是 这些韩裔的老人 霸占了点一杯咖啡 或者是说好几个人 点一小包薯条 从什么时候开始做 早上五点 麦当劳还没开门的时候 坐到晚上 早上五点就来坐 对 然后坐到晚上都不走 然后因为 有的会点咖啡原因 是因为麦当劳 咖啡续杯不要钱 所以他就续杯续杯 坐一整天他们不会饿吗 坐一整天 然后呢 因为他们一开始 也就算了 对不对 后来实在来的人太多了 所以后来 他们就想把他 把那些老人家 用劝的劝不听 用赶的赶不听 后来就因为这样 演变成口角 为什么呢 因为麦当劳 他又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说很多的客人来了 没有位置没有座位 所以很多人就骂 麦当劳的店方 店方以后 店长就去骂这些员工就对了 所以员工对这些老人家 他们的语气就没有那么好 这件案件是因为到后来 演变成推老人家 你知道吗 然后咖啡也打翻了 那还得了 对 然后结果呢 你绝对想不到 本来就是一起这个 等于说意外事件 因为这样偶花的意外事件 结果对方这个韩裔的老人 所请来的律师 他提出了民事的赔偿是 一千万美元 新台币三亿 你怎么那种可能的 三亿呢 怎么可能 这麦当劳你要赔就赔三亿 他的罪名是 他为什么会提这么多的 惩罚性的赔偿 罪名是 针对特定种族的犯罪行为 完蛋 也就是说 因为他们都锁定是 南韩韩裔的美国人 在美国讲种族 而且对老人家 在美国讲种族歧视 美国跟台湾不一样 在台湾这种案件 可能可以划三千块 在美国划三千万美金 是可能的 你知道吗 真的有可能 像是有位明星 在他屋顶上脱光光晒 日光玉女的 结果有人从直升机上一拍 不得了了 赔了好几亿 你知道吗 美国人他们很重视 这样的私生活 然后还有包括 尤其是所谓的 种族歧视的问题 这个官司闹得不可开销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其实后来 包括纽约时报 这个事情其实已经闹了 大概快要半年多了 在纽约 在很多的地方 都有类似的情况 而且大部分都是 以南韩韩裔的美人为主 为什么 其实讲起来也是很可悲 怎么说 因为他们年纪 后来去分析 媒体去分析 年纪都很大了 最年轻的也68岁 大部分都是 77 八岁到80几岁 那么很多都是上偶 也就是说他们移民来 这个地方 孩子都现在为了事业奋斗 对不对 可是孙子也可能自己在读书 他们上偶了以后 一个人在家里很无聊 就住在家里 对 那事实上 社区有一些老人中心 对不对 可能你要知道 他们不喜欢去这种地方 就好像我们台湾的老人家 不喜欢去安养院一样 意思是一样 所以他们喜欢去选择 一些比较热闹的地方 他们喜欢看到很多人的地方 他们就觉得自己 好像有存在的必要 所以他们每一天 戴着帽子 然后西装 领带 对不对 然后穿着皮鞋插的 我父亲在七十几岁的时候 还没有 等于说还没有做轮椅 还要没有截肢之前 也是这样 常常都打扮了光鲜亮丽 整身裤 连帽子开始到皮鞋 全部西装全部是白的 然后每天一定要 喷古龙水干什么 然后到曼加 曼加那个地方 去找朋友聊天 但是他们每天生活的 等于是一个寄托 所以老人家他们的想法 本来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选择的麦当劳 是因为消费方便 消费方便了以后 然后就点一杯 点一杯咖啡 但这样真的很难处理 本来是这个样子 可是到后来 因为很多的顾客 因为这样没有位置 因为他不走 用餐时间他不走 你知道吗 后来他们摆一个 只限用餐时间20分钟 就没有用 因为不违法 你摆这个东西 你也不能赶我走 因为我一杯咖啡 我20分钟喝不完 怎么办呢 到后来他们就录影 因为店内不是有监视器吗 那录影了以后 他就报警 真的报警 警方就来了 那警方来了 认为说你这样子变相的 等于说骚扰这些店家 对不对 这些老伯伯 很有意思 怎么了 那个警方来了以后 他们就组了拐杖 慢慢慢慢的走出去 警方走了 他们看他的警车走以后 慢慢慢慢又走进来 又蹲机又坐进去 所以这个无解 就要道来 说坦白 其实是老人家的一种 等于说喜欢人家照顾 喜欢人家 等于说重视他的一种观感 对店家就很难 很委屈 所以就变成是无解的一个话题 其实在台湾还是一样 台湾也有 台湾其实在万华地区 对不对 早年的时候 大概有一家 也有一家西式素食店 24小时 那种西式素食也是一样 也是一批 一批人 全部年纪蛮大 全部都霸占住所有的位置 然后怎么做生意 一桌 这个韩裔的老人家 他们还有的时候 一人会点一杯咖啡 台湾万华这个是 一桌点一杯咖啡 一桌点一杯咖啡 不过他们不一样的是 他们并不是为了说来找人祭拜 聊天来看 不是 他们是为了来逼名牌 交换彼此的六合彩名牌的心得 不能在外面 那时候到后来怎么办 那时候店家后来就想个办法 在晚上的时候 就把二楼以上全部把椅子放上去 灯关掉 二楼以上不开放 然后一楼就放了好几个 只有放几个桌椅 这样的方式 变相的希望他们不要逗留在这个地方 用这个方式 那把这些人给赶走 所以这种情况 真的还是需要考验智慧 好好处理才行 再来是盛竹吾的时间 一起看看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什么事 这对棒球迷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一起看看 历史上的今天 1947年4月15日 美国黑人杰奇·罗宾森 克服万难成为第一位 登上美国职棒大联盟的黑人球员 美国虽然号称是民族的大熔炉 但其实一直以来都存在着 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 而在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之前 美国的白人对于黑人有着严重的歧视 而杰奇·罗宾森 就是大破骑士站上大联盟舞台第一位非洲裔黑人球员 为了打棒球 他必须忍受白人球员 还有无数球迷的攻击与羞辱 甚至对于他生命的威胁 这也是他最让人敬佩的地方 当然当时布鲁克林到齐队的总经理 以及大联盟主席的支持也要记上大功 这些人都对大联盟有今日的棒球发展历史 有着划时代的贡献 而为了纪念杰奇·罗宾森 大联盟在1997年特别把他的42号球一 从所有的球队中退休 此后所有加入的球员都不能再使用这个背号 又创下一个职业运动空前的创举 而现在大联盟所有日进斗金的黑人球员 无不把杰奇·罗宾森视为偶像 感谢他当年的牺牲 黑人球员才能有今日的地位 挑战新闻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 当成偶像的在台湾 还有妈祖婆 待会回来就要带大家去看看 台湾人到底有多疯 大甲妈祖绕境的这样子的仪式 我们马上回来 这么多人现在到底怎么来的 其实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其实我有参与到一部分 又是跟你有关 跟我不但有关而且直接相关 为什么呢 其实对整个台湾这种采接 绕境的活动的开始 其实跟我们过去从事理一件 承办的一件 国家的计划案是有关系的 那这个计划案 它的全名叫做全国文艺纪活动 文艺纪的话 事实上早在1970年左右 台湾就已经在办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每年要推广文艺活动 其实是很好 推广文艺活动 不过早期的文艺活动 其实比较像是什么 青年所持的12条那种东西 叫中叫校这样子 又叫反共复国 所以培养文艺纪典用的 可是到了1981年的 那个时候 等到文艺纪成立以后 把这个文艺纪活动拿过去以后 后来文艺纪这三个字 前面多两个字出发 叫全国文艺纪活动 为什么呢 因为最早的情况是 只有交易部自己办而已 那后来的话 由文艺纪活把这个钱拿了以后 把所有的预算就分发下去 给当时整个台湾 从北到南 各个县市的文化中心 来承办这个业务 那文化中心的话 就自己想吧 对不对 看起来你这个该县市里面 你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 比如说像是三峡 讲说我们有一间主持庙 那主持庙的话 赛神租这个活动 以前每年都办 所以后来这个预算 就补助给这个部分 像是英哥想说 不错我们这边有那个什么 那个陶瓷老街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文艺纪活动 就办什么呢 就办这个陶瓷老街 各地特色 各个地区子办嘛 对不对 所以每个地方 就发展自己的特色 而这个钱再发下去 补助的时候 后来台中 台中县这个地方的话 他们就发展自己的特色 什么知道吗 就是大甲镇南宫 这个所谓的采接绕境 那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的话 其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在1980年文艺纪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所谓的大甲镇南宫的 这个进向绕境活动 事实上还编会很大 不像我们在画面上 看到这么多人山人海 你说以前是怎样 以前的话 如果说各位 去看那个老照片就知道了 上网查查到 知道吧 看看的话 拍过去 看到一大片的翠绿的草地 然后看到两个人 他在叫做这样子的 后面再跟三个 前面走五个 就这样子 就这样而已啊 就这样子 那刚刚看的那个几万个人 是怎么回事啊 最近才冒出来的 最近才冒出来 1981年之后 还冒出来的 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因为其实这一个 所谓的进向绕境活动 在一开始举办的时候的话 其实大郑南宫 其实他本来就有这个东西 那最早的情况是 我们知道郑南宫 是对那一个 北港的那个朝天宫 那里面有进向 那整个事情的开始 据说是因为 在这个大甲这个地方 他是个农业兴奋 那大甲这边的人 到北港这个地方去买牛 牛区去买牛 那因为去买牛 需要带很多钱过去的 所以也因为 在路上怕人家抢 所以他们就结伴而行 那不但结伴而行 而且还要这个 马祖伯 这个来保佑一下 所以顺便 也把马祖伯 带在身上这样子 但是你去这个 北港的牛区 去买牛的时候 你总不能把马祖伯 带到牛区里面去 对不对 那这个对马祖太不尽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就暂时 就把这个马祖伯 站错在 这个北港的朝天宫里面 所以这种所谓的 买到牛区买牛的活动 后来就变成是 我们所知道 这个郑南宫 进香绕境的开始 那OK 那为什么后来 变成这么大 为什么变这么大呢 现在这些 什么专教底啊 还有要抢教的 这些仪式 一个人有关系 跟一个人有关系 这个人的名字 其实还跟两个人有关系 才对的 第一个人叫严金标 第二个人叫李登辉 那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的李登辉 严金标好像还蛮迈起 这样子的 那这个在台东县 这个地方 这个严金标 当时是这个立委 这样子的 那当时的话 据说在台东县 这个地方 在申办文艺级活动的时候 这个严金标 就开口 这个跟这个 我们这个政府 多要点兴配 那当时的话 这个严立委当时也是 郑南宫的董事这样子的 那所以这个大笔的钱 就补助到这边过来 所以一年一年一年的 这样办以后的话 这个郑南宫自己主办 这个台东县的文化中心 在后面这个推动 所以慢慢慢慢的 这个活动就越来越大 所以一开始都没有 专教底抢了这个活动 一开始的话 只有这个在 他们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是 他们在这个元宵节后 他们有个拔杯 就一个拔杯这样子 只有这样而已啊 说这个请问妈祖 什么时候要这个 对啊 要出去 要出去这样子的 然后再问一下几条路线 大概就这样子而已 没有那么复杂的仪式跟仪轨 其实没有了 像什么这个镇头 都是没有的 都是后来家 都是后来 也不是后来才家 后来把这个仪式给扩大化 给他给这个 这个规定化 所以这些招式该不会是你想的吧 其实也不是我们想的 因为事实上 整件事情来看的话 其实我要告诉各位 一个现象是 这一个所谓 这个进枪绕境的话 虽然是后来 慢慢形成的 但是这些仪式本身的话 其实他有他的道理在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最早的来源 只有他的最原始那个点 然后后来 因为仪式后来越来越大声的话 不是乱编的就对了 也不是乱编 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最后的话 情成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 大甲真难控制 八重进到绕境的活动 那最早的话 只有这一条 谁也没有